澳洲惊传枪杀血案三大人四孩童陈诗民宅 澳洲西澳省警方11日证实 珀斯南部280公里外小镇奥斯民独 一处乡间民宅发生害人枪击命案 警方勘验现场发现7具带有枪伤的遗体 包括4名孩童 以及3名成人 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 警方发现案发现场有5人沉湿屋内 另外2名成人则到卧屋外 西澳省警长道森Chris Dawson表示 现场找到两把枪 很明显遗体上有枪伤 但我不想做进一步揣测 警方表示 7名死者极可能是民宅住户 但警方并未具体说明死亡原因 也未对外证实这事一起谋杀后自杀事件 警方已封锁现场进行大规模调查 若这起命案为烂射攻击事件 将会是1996年塔斯马尼亚发生枪手滥射造成35人丧命后 澳洲最严重的枪击事件